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此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利益 物执着快乐 亦物因痛苦而沮丧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都应回首看看我们已取得的成就 并下定决心继续向我们希望的目的地前进 假如我们能在快乐喜悦的修行道上前进 它将比世上所有的财富还要珍贵 我们现在的人生是珍贵的 应当智慧的善家利用 佛法之殊胜处不在于向外持求 而是于内心中净除过患 离构的自信就是解脱 随喜就是当我们见到或听到关于任何善行时 心中自然产生快乐 心中自然产生快乐与欢喜 为何我们不知道自身所本具的解脱功德呢 因为课程无名的负账 除了自己以外 除了自己以外 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成就解脱 业与烦恼是迷惑的根本 烦恼业力只会伤害自己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不珍重爱惜自己 我们只要努力 都能够见到本自具足的解脱功德 若是不具备慈心 悲心与菩提心 也就没有佛法的根本 具备了菩提心的善法 将如同如意榜树一般 不论生长多少果实 都不会因此而干枯 甚至果实会更丰硕 只有空性或只有悲心 都是不够的 要将空性 悲心双运受持 才正确 圆满善行结果的关键 为何 就是随喜 上师相应法 真心虔诚 总是通过智慧 你自己的智慧 才能升起 一个事实 那就是 只有当你 从你上师的教导中 获得利益 或实际经验到 他所说的内容 你的前程心才会升起 只有这一条路 一种方式 你越去理解 和运用上师 所说所教 你越是能够 从中获取利益 你的生活会发生转变 你的内心也会发生转变 我会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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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者智慧法语 1.自我 只爱自己 不爱他人 他充满着自己 根本没有空间留下来爱他人 由于自我 太专注于自己 因此 他并未真正注意到其他人 他专心智力地修持着自己的需要 欲望以及期待 他关心所爱的人的程度 以那个人能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还需要来决定 一旦 我们有愿意为母奉献一切的感觉 即将此一修法 扩及其他对我们重要的人 如朋友 兄弟姐妹等 然后 依次扩及对我们 虽不那么重要 但令我们起好感的朋友 和熟人 扩及陌生人 扩及敌人 扩及生物痛绝的敌人 最后扩及一切众生 先从最容易的修法对象着手 逐渐扩及最困难的修法对象 休息于止的目的 不是只要疏解我们的压力 而是要清楚地见到自心本性 心处于止的状态 见到自心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 若心不在止的状态 要见到自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审视自心的意思 是观察它 栽自第三世 噶玛巴了意大手印奇悦文 但是我们又应该怎样 左手去修行 才能求取这种证悟呢 虽说这种证悟是人人自心本具 并且是绝对之极 然而我们必须要用非常现实的做法 从相对的层面入手 先将证悟的障碍除去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除去贪嗔痴 一切要知足才能清除贪毒 以慈悲能清除撑毒 以智慧才能清除吃毒 心量非常窄的话 会有很大的罪业 特别是受过金刚称法的人 动机非常关键 成佛就靠这颗心 看你怎么用 佛弟子一定要有慈悲心 要好好的修行 因为 夺回是真正存在的 你们不要贪着这个躯体 更不要贪着这种短暂的快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机会来临就不能回避 做一个菩萨 就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即便是你的敌人 即便是你讨厌的人 只要一旦有机会 任何能让对方成佛的机会 当这机会来临的时候 一个菩萨就必须把握住机会 不能放弃 不能回避的 去帮助他 以及他 还有他 因为 菩萨界的精神 就是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 各位发起菩提心的菩萨们 从今天起 你的生命有了意义 一旦勇猛地发起了菩提心 即便 即便只是一刹那的菩提心 你都成为了佛子 成为人天都要恭敬顶礼的对象 你所发起的菩提心 你所发起的菩提心 将会引导你自己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走向正觉的解脱城 物质享受如云雾 默认彼能长久住 名望如山谷回音 莫求尊重求本职 华服如红彩斑斓 穿着简朴专修行 此身如龙雪皮囊 切莫迷恋真爱之 美食中将化粪便 切莫过分重食物 现象升起现仇敌 拘隐必处深山中 幻觉显向赤伤心 感其一切平等性 欲望需求来自己 安住自心本性中 最善珍宝藏内在 莫贪 莫贫饮食与财富 言多必令争执起 应当自己是阴雅 心自本具有能力 莫受食欲所左右 加持自心自心中生起 其向上师本尊称 其向上师本尊情 放下胀 放下胀 放下胶慢自身段 奴将不会久留此 即刻修行莫持颜 你与此生四过客 莫为歇息建城堡 任何作为皆枉然 至成就于修行中 此生将成已重拾 莫为相貌而分心 亲友恰如枝头鸟 切勿执着贪眷恋 前进心如煎鸡石 莫去烦恼垃圾中 人生何彼如愿宝 莫贞称恨如仇敌 三面烟如烽火塔 莫以过失染污之 金刚上师还尚在 物音晚散而施法 球 ο国彭 菱 亀 雾 雾 芙 雾 稀 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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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药师宝燦 护生小红山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重 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归命圣菩提 我今归命圣菩提 最上清净佛法众 最上清净佛法众 上午由湛江法师传授八观摘戒 法师引用绿点中 世尊对大众的开示 其免大众持戒的目的 守口色意生莫饭 莫饭 莫饶一切诸有情 无意苦行当远离 如是行者得度事 也就是善护身口亦善业 并且持戒的重点 就是不要伤害他人 因慈悲护念一切众生 也应当远离世间的迷信 与外道的邪见苦行 如此 则能去向解脱涅槃 无意义的苦行应该要远离 无意苦恨当远离 所以你能够把你的三叻 心求意给你护身 然后呢 不要障害到一切诸心 远离就无意义的苦行 这样的受行者 就可以离开这个世间的痛苦 度 度就是超越 所以我们讲超度超度 就是超越痛苦 超越烦恼 那世是什么 世就是种种争论 种种烦恼 种种不清淨 就是世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要出世改团 就是说离开这个世间 离开这个痛苦 度后悔作恶世的意思 所以呢 就是说你能够 完完这三项事 太好三叻 不要障害重生 万里无意义的苦行 你就能超越世间 到着这盆 到着改团 这是佛陀讲的很重要的祭送 午后 再将法师为众说法 讲解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透过对弥陀愿力的学习 深化大众对净土的信愿之心 你若是决定要往生世方极度世界 你确定有往生世方极度世界的心心和怨烈 确定啊 我们就叫做不久廉词会上缘 就是说呢 你一定会往生世方极度世界 所以你可以说 我已经是极度世界的人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一口气还没断而已 所以为什么讲禁止一爆生同生极乐果 我们这个佛陀又在的 你不能说我没有 你说我极度世界的人 我现在没有要往跳下去 好了不能这样讲 我们的爆生还在 所以我们真的随缘受包 你多六十回 多八十回 多七百回不管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听到极度世界清真快乐 我会往生世方极度世界 你一生要往生世方极度世界 你决定不退转啊 那你就叫做阿皮帕子 随后离请战山法师带领大众 恭送观无量寿经 今生朗朗 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 孤在目前 随后释放蒙山诗时 以一日精健的功德 祈愿现世者征服眼寿 往生者蒙阿弥陀佛慈悲皆饮 素生极乐净兔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后导 如果上师是你的医护 你将到达任何你想要到达之处 听闻的人们 对上师升起前进心 作为踏上道徒的盘缠 上师如同地面 从不离开我们屡踏的双足 上师带领我们通往政务 从不令我们失望 受了大气的衬托 飞机可以迅速的 把我们带到步行 无法气急之处 藉由虔诚心的支持 上师的加持 能够很快的带我们走向政务 法 这个字的其中一个意义是 承托物 它支持 引导那些怀抱信心 一心向靶之人 一个被水势湍急的河流 冲走的人 可以被一只强健结实的手 拖拉上岸 同样的 只要我们向上师出示信心之环 那么上师的钩子 便能够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拖出 从身为称 上至大圆满 无论是在佛法的哪一个阶段 没有一个弟子 能够在缺乏真正上师的引导下修持 仰赖一个巨德的上师 是在修行道上有所进展 避开所有潜在障碍 与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 因此 虔诚心 是我们踏上政务旅程 必须支付的费用 为了达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必须自行提供的盘缠 XD FXD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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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